我講一下我們黨內的氛圍的改變 一開始的時候確實有一些 我們黨的從政人士會覺得說 馬文童你這次去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 那為什麼非去不可 那去了會不會被人家抹紅 然後去了會不會被劍鋒插針 尤其是這次去他很強調克水主變 那如果共產黨那邊 做了一些小動作的話 那我們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所以大家一開始的心態是 是有一點先講求不傷身體 再講求效果的心態 就是說很擔心會被怎麼樣 那確實就是在馬席會之前 有很多傳言 比如說什麼馬總統 會不會在臺灣廳被接見 那個時候我們看到這個消息出來 我們也很緊張 因為臺灣廳就是當時 臺灣廳就是中國人大 臺灣代表開會的地方 那那個他們的臺灣代表 其實就不是真的 從我們這邊臺灣去的 其實是他們那邊的人 但是可能省級在臺灣的 就是有一點樣板的 那如果馬總統去 是不是就直接被被講成說 你們這臺灣就是我們的一部分 那所以大家會緊張 至少第一個他去東大廳 至少沒有在臺灣廳 可是剛年話有解釋 而且不是年話解釋 中國還跟記者解釋 以前我們這個港澳特首都在這裡 可是這個就會變 可以各說各話 就是說臺灣廳 你是連韓蔻都沒辦法 這樣也可以各說各話 因為東大廳當然有 你們還真容易滿足 也不是 因為他們在東大廳 也接見過拜習會 拜習會視訊在那邊 包括以前鄧小平跟那個哥巴契夫 也是在那邊 所以你說這個角度講說 那是不是他把他當你一部分 另外一個角度說 他見國際的嘉賓 也是在這邊 所以大家可以選取自己想要那部分 那再搭配其他這次馬總統去 實際上是完全沒有被矮化 他是高規格的 比如說他去參觀兵馬俑 兵馬俑清場 那中共是什麼時候 誰去參觀兵馬俑會清場 就是像歐巴馬 像其他國家的總統 去參觀的時候才有清場 所以說說馬總統實際上有被 被定位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你們不覺得他是因為要被利用 所以給他這麼高規格 我覺得這些都沒有啦 第一個就是說 至少我覺得對岸也沒有說給他穿小鞋 然後沒有什麼矮化的問題 其他國家元首去中國訪問的時候 誰去接機 我不知道會派國台辦副主任 因為他因為看是正式訪問 還是民間交流 因為馬總統這個去 元首沒有民間交流的 因為他已經卸任了 確實如果他是卸任的話 當然這樣被矮化 可是因為他已經卸任了 他是用基金會董事長名義去嘛 而且他是定調在文化交流 跟青年交流 所以我覺得這次去 我第一個我是覺得還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到底有沒有加分呢 效果好不好呢 我覺得昨天他去講那些話 我是覺得還不錯 可是他在講完 才講一中各表 記者就被趕走 就被斷線耶 對 那個斷網斷線耶 是 但是那個 大廠給你洗臉 給你難看耶 那個就只能看出 就是中共很阿拔 就是說不願意 不願意馬英九講的話 傳遞出去 可是反而證明了馬英九很有尬 就是說他敢冒著 就是說冒犯習近平的角度 你是不是知道 他們兩個人對話都說好 一個人各講三分鐘 你有沒有想過是馬英九超過了 你看馬英九多有尬 還超過 超過就把他趕出去了 超過 他在新加坡也超過 他每次話都很長 然後每次都被趕出去 所以在馬東東厲害的地方有沒有 到你的地盤 他話多啦 到你的地盤 知道你不想聽九二共識 我還背要講 而且明明就知道說 你講的九二共識是 是不是要連結一國兩制 然後我就是要告訴你 九二共識最重要的四個字 叫原汁原味 跟我沒有關係 你不要置入喔 不要置入喔 不對啊 那講一中各表 他講中華民國的時候 就講出去啊 幹嘛還說口誤 就表示不能一中各表啊 一中各表沒有講 沒有收回來 他有直接講說 那個就是原汁原味 就是一中各表啦 但是講中華民國 是有 他也沒有說我口誤 他是中華民國 然後後面又接了中華民主 就是我覺得 他沒有口誤的那麼自然 其實我個人 我覺得說應該是有一點 故意的成分在裡面 因為馬總統今天回臺灣 中午的時候 他接受媒體訪問 他又講了一次 兩岸同屬中華民國 中華民主 所以我覺得他到底是故意的 他回來才是故意的吧 如果他回來是故意的 他是不是再釋放一個訊息 就其實他 他當他昨天在馬西會的時候 也是故意的 那當然很多人就會質疑啊 那你幹嘛收回 你就直接撐下去就好 你幹嘛要收回 你幹嘛要說你口誤 可是我覺得大家想像一下當天的狀態 如果馬總統他沒有補一個中華民族的話 那習近平下一句也會說 好啊你要來是不是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啊一針各表 兩個就吵起來啊 不會啊 各表各的啊 這樣很好啊 那就真的一針各表 對啊那不是很好嗎 可是見面三分情嘛 我們遠到而來總不希望說是 去來跟人家吵架來踢館的嘛 就是說在營造一個和善的氛圍底下 又達到了我們的目的 讓習近平聽到中華民國的四個字 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而已 所以軍機他又來了啊 軍機當然不用來 那沒有關係啦 就是大家盡他的能力 為國家的和平跟交流 盡分心力啊 那所以我 你很努力了啦 我覺得是有加分 至少有比沒有好嘛 你及格了 你及格了 你辛苦了 所以今天其實大家的那個批判的力道 我是覺得還好 就是說酸一下 但是也沒有 不是 還好是因為沒有什麼人要離馬鈴角 真的 所以我現在OK 那這是對國內的 對國內的狀態 就是一般的民眾會覺得說 至少還OK啦 就是說有算有加分 可是對國際有沒有扣分 我也覺得沒有 因為我看到像紐約時報評論 玉京的評論 他們其實都是在罵這個事情 在罵說習近平是不是把馬鈴角當樣板 然後或者是說 習近平是不是透過馬鈴角 把訊息帶給賴清德之類的 那我先不姑且不論他們的評論 正不正確 有一些我不贈同 但是他們會這樣評論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今天的馬鈴會根本 對這些媒體或國外的一些民主國家 我們的盟友沒有起不了任何的影響力 他們不會說 不會說像我們之前的國安人員的 所以馬鈴角去被利用沒關係 也不是 就是之前我要反駁的點是說 國安人員之前有犯個消息給媒體說 哎呀這個馬鈴會就是為了平衡美日峰會 就是要讓美國日本這些國家 以為說台灣的台灣的事故 中國事故要自己解決 根本無關 你們不要過來插手 然後美日就會想說 好原來是這樣 那我就不插手 以前國安人員是這樣子擔心的 可是從現在外媒的角度來看 外媒自己有評論嘛 外媒不會因為馬鈴會之後 就改變他們自己的看法 代表說美國跟日本 本來就很瞭解兩岸關係 不會因為這一場活動影響什麼 所以我覺得 我要斑駁只是說 我覺得國安人員是刻意有帶風向 從從現在的外媒的評論 也知道那個風 那個不會是國安人員講的那樣 說這個馬鈴會會對外媒產生 對外國家產生什麼影響 所以所以對國際來講 我覺得也都也沒有什麼負面